台湾医美业新起 不过美容医学会表示这两年来 医美诊所的换招牌率达到三成 原因是因为纠纷变多了 还有烧架竞争等等 有医生就分析 接下来医美业可能会进入整合期 模特拍拍战 医美诊所进军中台湾 还找来超跑进车助阵 开幕首日就有许多小模等门光顾 2012年台湾医美业达到最新盛期 但是近两年下来 换招牌率超过三成 医美医师观察 那其实有很多换招牌 都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些 五照医师 或者是说是根本就不是医师 或者是刚出道医师 这经验比较不足的医师 他们就比较容易犯一些 比较大型的错误 台湾医美业的三大挑战 包括纠纷多 成本高 还有出现学甲竞争的情况 专家认为接下来会进入整合期 整合期之后 就是说慢慢的大者很大 强者很强 然后有些就是慢慢的 如果说他没有足够的人群 营业不好 他就慢慢的就会淡出这块市场 有感北部医美市场环境挑战 业者进军中台湾希望成功拓展医美客源 新台电视 是秋天喜台湾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